欢迎县议会定期大会宪政总质询 县议员迪布希赖并针对了原住民族文化馆火化 实验教育、赔力教师职 以及打造国际都会与观光花莲提出了多项建言 县议迪布希赖则是针对原住民相关一体提出建言 包括原住民文化馆、上海军事厂的未来规划 进行火化再利用原住民实验教育、赔力教职规划内容等一体提出质询 能够请原新处能够结合各局处 然后把我们花莲县的所有的公益师 还有就是原住民相关的产业都能够放进去 所以请他提出这个火化计划 那另外呢面对这个教育的问题 包括了少子化面临学校废校的问题 还有就是实验教育的多元化 以及双语教育的提升跟目标 还有就是提升跟赔力教师的职能 这四个主题呢 希望能够好好的请教育处来研究一下 包括少子化的部分 我们希望呢这个学校能够多元的发展 让这个孩子能够留住在学校 或者是让这个实验教育的精神 不管是原住民族教育 尤其是原住民族教育 希望能够提供这个三语 包括英语跟足语的部分 让这个原住民族实验教育 能够有竞争力 那还有就是有关于这个双语教育的提升 因为我们留美的计划 大概在这几年大概已经花了一亿 那但是呢因为赵福的孩子比较少一点 所以呢不管是拔街也好 服务品也好 我希望呢县福能够编列更多的预算 能够请更多的外籍师资 让学校呢 更多的学校能够享有这个 共享这个外籍师资的一个教学 还有就是有关于老师的职能的提升 那希望呢这个所有的老师们呢 在自己的职场上面呢 除了这个教学之外 希望他们能够吸收更多的薪资 让他们的能力能够更提升 那也希望呢好的老师越多 那我们还在受药权越受保障 那再来呢就是这个翻转花莲的 深层式的人工智慧 因为呢时代在改变 那希望呢县福能够编的预算 让不管是民间也好 还有就是教育方面的学校也好 或者是这个企业也好 甚至是工部门也好 都能够跟上时代 像现在最红的这个CHOP和GPT的部分 能够让这个很多的 更多的县民来学习 所以呢不管是做生意的也好 或者是这个我们工艺员也好 能够创造更多的这个技能 然后呢学习这个AI的一个变化 然后能够跟上时代 那以后的产品呢更能够多元 那再来就是打造国际都会跟观光花莲 因为呢我们希望能够打造2030的双女的国家 但是目前花莲献补的它的政策到底是如何 那我其实提供了两个县市的历史 包括了台东 包括了这个澎湖 也希望呢花莲在创造双女的部分 不只能够这个让民间呢能够进步 那也提供更多的资源 让花莲呢除了打造一个好的观光的环境之外呢 双语甚至是三语四语 韩语日语不管是什么样的语言 都能够接待更多的观光客 但是因为花莲的问题虽然很多 那也希望呢借由这其他主题的 让花莲能够更加的进步 迪布斯一代表 我是欢迎幸福 运动平均处 正在私座的上海剧场等大型场馆 也希望做好未来的规划工作 在教育上 私之和教师临选上 也希望大家能够带以用心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